好 接下來方正老師要來介紹的是 演練7的第一小題 他說啦 3倍絕對值的x加2倍絕對值y 小1等於6的條件下 要求2x-3y的最大值 那這個跟前面比較不一樣 就是它有絕對值 那絕對值的時候 我們如果沒有絕對值就是比較方便的 沒有絕對值的話 當它都大1等於0 它就沒有絕對值了 大1等於0的時候的情況下 那這個正的就通通照超出啊 所以3x加2y就小了可能6 那你當然就是先畫出 3x加2y等於6的直線 這個很容易2連平3 那畫出來之後呢 正的y小等於人家 所以再往下面 所以是這一塊 這一塊斜線部分 那第二個 你就看到說 如果這個方程式 我把x改成-x 就是x的地方改成-x 可是因為它是在絕對值裡面啊 絕對值裡面的 正的負的沒差啊 符號沒有差 所以基本上 你把x改成-x 這個不等式方程式都一樣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有一個xy 是符合這個方程式的 那你把x改成-x進去 -xy也會符合這個方程式 那符合這個方程式就是 這個不等式呢 就是在它的圖形上 也就是說 它的圖形如果有一個點是xy 那另外一個點-xy也會在這個圖形上 就是說這邊有一個點是xy 比如說12 另外一個把這個改成符號-12 這個點也會在這個圖形上 那你有很多點 有這個點就有這個點 它都會怎麼樣 對稱於這個y種 因為把x改成-x 那高度是一樣的 所以它對稱於這個y種 所以這是對稱y種 那同樣這個題目它的y 如果你把它改成-y 因為有決定值 所以這個不等式還是一模一樣 那一模一樣意思就是說 你有xy就會有x-y xy如果在這個等 符合這個不等式 那你把這個改成-y 那還是符的 因為有決定值 所以沒有差 所以既然是這樣 它的有xy就有x-y 那它如果xy在這邊 x-y在哪裡呢 x-y就是把它的x是一樣的 然後把y改成符號 所以就是-xy 那-xy的話 它這個x種對下來一樣 這高度相反 所以它是對稱於x種 對稱於x種 好 所以就是 剛才講的x改-x 如果方程式或者不等式不變 圖形會對稱於y種 如果y改成-y 那方程式或者不等式不變 那它的圖形就會對稱於x種 好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剛才已經知道 第一向線的圖形是這樣 可是它要對稱於y種 第二個 發現之後 圖形一定會對稱於y種 所以有這塊就有這塊 對吧 有這塊對稱於y種 一定會有這塊 可是第三討論 你又知道它會對稱於x種 所以有上面這塊 然後就一定有下面這塊 所以它的圖形就是長這個樣子 全部的圖形就長這個樣子 那當然這個都是實線 實線 因為這個也很好 好 那它的頂點當然 二零零三 這邊當然就是-二零零-三 好 那我們這個要求的 這個目標漢數是2x-三y 那2x-三y 你只要用這四個頂點 因為它多邊形 它四個頂點而已 那就把這四個頂點列出來 然後就用這個2x-三y 這個當然等於10 這個就等於4 那這個呢 是-9 那大概這個是-9 那它要求的是最大值 所以這個就是最大值 所以這個就是最大值 這個就是最大值 最大值是當x等於0 彎了0-3的時候 它的最大值是-9 好 3k-9